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呀 对 我们看一下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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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现在大家可以听听吗 可以老师 学习一下课文5的生词 第一个购物 购物呢 就很简单 其实就是我们 现在的购物有两种 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去商场买东西 去商场买衣服 买鞋 所以我们在网上购物 然后购物车就是我们购物时候推的那个小车 或者是在网上 可以在那个购物软件里就有购物车这个功能 你把你看好的东西先放到购物车里 然后一起去结算 然后 购物 那个省略号的部分指的是一个地点 比如说我们去商场购物 是一个地点 第四个 购物习惯 那我们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购物习惯 是不同的 比如 有的人就 一样东西 他喜欢一次买很多 就像我们去买笔的时候 有的人喜欢买 就是 一样买一纸 但有的人喜欢一 生产出来 记信 我们大家很明白吧 我们要给 把这个信 放到特定的地方 能给他邮寄出去 能给 能邮寄信的地方 去记信 那记东西也是 我们 优东西 把这个东西记走 然后某人用什么 记给你 用 可以用快递 记给你 对吧 大家 记呢 是需要人的 就需要人来记东西 但是发 就不一样 我们比如说 发给我的朋友 我用手机发 这个照片 要用发照片 而不能用记照片 来操作的 而发照片 用手机就可以 大家理解吗 理解了 老师 我们看这个词 受到呢 它是一个动词 比如说我们会说 受到影响 受到影响 受到喜爱 注意 受到这个词的后面 加动词 或者是加名词 都可以 第一个句子 受到天气的影响 今晚的飞机 不能起飞了 第二个 受到这个国家人们的喜爱 喜爱是一个动词 那 受到后面接的是动词 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 就是说我前面给大家举例子的 受到 受到欢迎 这个注意和受到之间 是可以加上修士词的 比如说受到谁的欢迎 受到谁的注意 比如说受到老师的注意 受到了老师的注意 我的到来受到大家的欢迎 就是这个受到和后面的欢迎 这些 受到谁的欢迎 谁的喜爱 受谁的影响 比如说受到妈妈的影响 我也很爱干净 受到和后面就是加名词 或者是加动词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词 尤其 这个词啊 很好见 很好理解 尤其它不等于特别 但是尤其是等于 尤其是等于特别是 但是尤其不等于特别 大家听听 记住了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尤其是年轻人 那我现在说的是尤其是年轻人 我 特别是 什么叫做尤其是 比如说我说这一个整体 我又说了尤其是尤其是 尤其是后面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我现在说很 现在每个人都离不开手机 那每个人就是一个 年轻人 年轻人 在这个整体里面 年轻人 尤其离不开手机 我们看他长得特别像他的爸爸 尤其是眼睛 也就是说他很多地方都很像他的爸爸 我说尤其是眼睛 地方当中的一个 可能他鼻子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脸型都像他的爸爸 我说了尤其是眼睛 那就说明眼睛 还要像 大家理解了吗 理解老师 对 就是我 后面这个部分 一定是比其他 比整个整体还要严重的 比如第一个句子 现在每个人都 是年轻人 也就是说 可能老人也离不开手机 小孩也离不开手机 但是谁最离不开手机 那年轻人 他长得特别像他的爸爸 尤其是眼睛 也就是说 他很多地方都像他的爸爸 但是 我把眼睛单独拿出来说了 如果大家理解了 咱们看第三个句子 感兴趣 尤其是 大家 大家 就是补充一下 尤其是什么 语言 尤其是语言 好 语言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那还有什么呢 转动 我没听清 再说一遍 转动吗 转动 转动是转动 转动是转动吗 还是转动 没 我没太听清 我没太听清 中国家老师 中国什么 中国茶 中国茶 国茶 对 喝茶 应该是茶 中国茶 对对 中国茶 中国文化的其中一部分 好的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尤其是 可以说什么 就是用剪刀剪那个纸 可以剪出各种各样的图案 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 很多 大家刚才 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可能我们喜欢中国文化有很多 但尤其是后面的这个一定是特别喜欢的 这个尤其是 等于特别是 看下面 尤其不等于特别 特别的后面要加形容词 但尤其的后面可以加名词 因为特别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形容词了 那特别的后面加名词 比如说特别的礼物 我可以填一下空 你看第一个 性格很什么 很少跟我们说话 特别 好 填特别 他这个人的性格很 形容词 这个里面特别是个形容词 特别他怎么 他性格特别怎么 就是他的性格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也不好相处 来第二个句子 年轻人 后面填什么 尤其吗 对 尤其 年轻人 包括 很多人 包括 你看我们二三十岁的是年轻人 那三四十岁的其实也可以说是 说我们用尤其 尤其二三十岁是年轻人的一部分 尤其二三十岁左右的 后面填上 特别 好 特别 特别爱网上购物 我住的那个楼 特别高 好 我住的那个楼 特别 不行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特别的后面加形容词 高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前面用特别 来 你平时要多喝水 特别是 特别是在感冒的时候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添油漆吗 我觉得可以了是 好 可以啊 完全可以 这个这个地方添特别 说了尤其是等于特别是 明白了哈 来我们看第五个 工作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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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那那这个地方可以添特别吗 不可以吧 嗯 好啊 不可以 因为这个地方啊 听了 是对的 尤其是 这个是是可以省略掉的 但特别是 那个是就不可以省略掉的 没有是 我们只能添尤其 不能添特别 如果添特别的话 我们只能说 特别是在 事情的时候 但是这个里面没有是 所以我们只能用尤其 明白了吗 明白了老师 明白老师 哎好 我们看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是 任何 任何呢 这个词啊 放在肯定距离的 是一切 它等于一切 等于所有 嗯 我们经常用的一个结构就是 任何后面加 后面加动词 比如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啊 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应该 自己解决 这个是一个肯定句 这个是一个肯定句 所以说这个里面的任何可以等于一切 等于所有 我们 这些事情都应该先想办法自己解决 来第二个 我们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都有 这个是任何在肯定句中的用法 那任何在否定句中的用法呢 就是 就是 就其实就是表示强调吧 它可有可无 比如说第一个句子啊 我们俩没有关系 这句话也是完全对的 我们可以说 我们俩没有关系 这句话是正确的 加上任何 就是说 我们俩 也是对的 它表示的是一种强调 没有关系 来第二个句子 实际上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也可以把这个任何去掉 就直接说 实际上 我第一次看到 我加了任何 就是表 就强调 我 我就是没有感觉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明白了吗 就是说 任何 在否定句里 它可有可无 它有 只是为了 这个句子也是正确的 理解没有 咱们其他人有问题吗 没有 文定老师 那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课文 课文五呢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在网上 可以买哪些东西 第二个 人们 为什么 在网上 我 对 这个可以看清吧 然后 我找两位同学来读 咱们同学 有人读吗 第一个同学 读到买手机那里 第二个同学 我又是 我又是 孙老师 我又是孙老师 来好 来 如果大家没有人想读第二部分的话 就我来读了 来吧 开始吧 开始吧 我又有两个 有两个 三个同学的分析行作 而且 这是自己人们口卖的最有缘意 几十几次 几次 他们会 取 一个数千 商量 购卖 买家可以 买家 买家可以把你卖的东西 取到你把公司 好 好啊 我们读得很好 来 我们看一下问题 在网上 可以买书 买衣服 还可以买什么 还可以买包 买家具 手机 对 可以买这些 几乎是 人们为什么喜欢在网上购物 因为在网上的东西很多 然后呢 很方便 买什么都可以买到 大家都很全面啊 就是这几个 然后 我今天让大家准备了两个问题 就是关于购物习惯的 你们可以跟我说一说你们平时都什么都是怎么购物的呀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 过 我老师 对男生 一般 除非是 特别需要这个东西了 才会去买吧 对 其他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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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在网上购物 我喜欢在网上购物 我一般 就是尤其是在学校的时候 因为 因为现在疫情就 逛街很不方便 没有 就是不像 就不如 就是尤其是我在学校里啊 就是在学校里面 疫情出 出学校不方便 所以就喜欢 平时 嗯 我有朋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喜欢去商场里 如果我自己一个人 我就 我 我说的这 这几 就是这几句话 大家能明白吗 明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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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nào 怎么怎么回事 老师喜欢购物什么 最后一句 我 我没听听 在倒包 包 可能 喜欢在哪儿博物吗? 对,老师,在大宝和拼多多,我尽动。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个。 那个印尼也有拼多多吗? 没有,老师,但是有阿里巴巴。 对,老师。 对,我一般用淘宝比较多,拼多多。 你们是怎么知道拼多多? 我也知道,老师。 那怎么知道的呀? 知道中国人接受过,老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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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在拼多多,也会买东西,买的都是比较小的日用品,比如说,买个,就是这种小的,要是买衣服或者包什么的,我都在淘宝上买。 你们那边都用什么呀? 你们那边都用什么呀? 我们就利用小毕老师。 老家的。 哦,那那那应该只是在你们国家吧? 啊,我在这边好像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你先说,你先说,你先说。 。 messed up, but ¿eso what? 哦, 哦, 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什么? 哦, 是购物网站吗? 可能他说腾讯 腾讯 对 我的天呢 我终于猜出来了 对啊 腾讯老师 天哪 我真的不知道呀 腾讯也可以购物 这边还有 唯品会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京东 对 京东 然后还有苏宁一购 这种 找不起了 还知道拼多多 老师是不是 在拼多多很便宜啊 如果我们买东西 也很便宜 是不是吗 有些东西 确实是便宜 但是他有的时候 质量不是很好 也还可以 就是 如果买一些 日用品 在拼多多上 还是很合适的 就是 中国过年 不是要贴春联吗 就是 贴那个春联 贴在门上 过春节的时候 贴 我在拼多多上 买了一副春联 还带了一个福字 才花了三块钱 你老师 对 就是 特别便宜 然后 反正 就买一些便宜的东西 还好 就是 或者是 手机 可 多多上买 挺有意思的 然后 然后 刚才我们 那我们 就 第五课 第五课就 学完了 然后 咱们 提前休息 提前休息 也一样 就是休息十分钟 然后 我们到四十六 再开始 行吗 好的 老师 行吗 然后 你们要是想 有什么感兴趣的 可以问我 好的 好 好 好 吧 好 好 好 这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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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还在吗 大姨老师 大姨老师 好的 我们开始 咱们到8月30号 是不是就是最后一节课了 不对 你们 到下周一 就是最后一次课了吧 大姨老师 我不知道 是的 到下周 这个HSK上不是一共10课吗 我觉得咱们应该只能讲到第7课 剩下的三课 看一看或者是 什么时候考试啊 HSK 应该是12月 12月 对的 那还来 现在是8月吧 你们那边是不是也是8月 或者下课页 下课页 下课页 还可以 那 那这本 那这个HSK下你们学了吗 没有 那你们是不是还得找地方学呀 我自己学的了 这个上 我估计咱们只能学到第7课 剩下三课也得你们自己学 因为当时课表就给我们安排到 下周一 就是不算今天我们周四有一节 下周一有一节 然后就结束了 来吧 我们开始 大剑时间 第6课 一分钱一分货 这句话在中国是一个 是一句俗语 意思就是说 便宜的东西 也 好 贵的东西肯定比便宜的好 比如说一样东西 有同样的东西 这个三块钱 另一个四块钱 四块钱的质量好 就是这个意思啊 贵有贵的道理 就是 我们看一下前面啊 第一个 这个图 裤子 裤子是哪个 大家我觉得都知道呀 对 B 果汁 A 西红柿 D 衬衫 F F 然后 袜子 C C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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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树枝 就是水果和蔬菜 放在一起 榨出来的枝 就叫果树枝 嗯 什么和什么放在一起呢 芹菜和 黄瓜 黄瓜和苹果 就是水果和蔬菜 榨出来的枝 就叫果树枝 来 第二个 售货员 员 售货员就是卖货的人 那下面的收银员 银 银在 的意思 比如说银行 银行是不是就是 存钱的地方 就是做有关于 钱的业务的地方 所以收银员 就是 是你收起 收钱的那个人 营业员 营业员就是在商场里 负责 嗯 就营业员负负责商 就是商场的 营业员 服务员一般就是在饭店里的 饭店里的服务员 嗯 V车 然后 化务员 化务员就是打电话的 比如说 你有什么问题 打电话给化务员 就是通过电话的 那我们看饭店里的是什么 服务员 嗯 商场里的呢 营业员 对 商场里的可以是营业员 那第二个 在超市里 我问 保务员 什么员 不对啊 在超市里 我问 收银员 收银员 因为 这个售货员 就卖货的人 他一定知道 洗发水在哪里 找到后 我去收银台 给谁 收银员 对 目前给收银员 好 我家的洗衣机坏了 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给化务员 对 我打电话给化务员 就是通过电话来办理服务的人员 我们来看 哎 这个啊 袜子 袜子就是我们刚才 看的那个图片啊 双袜子 一双袜子是两只 一只袜子是一只 我们平时穿袜子要穿两只 所以说一双袜子 但是 有一只不见了 那 剩下的用一只 来 我们看啊 下一个词 打扰 打扰 后面加一个人 我打扰的一定是一个人 打扰这个人怎么了 人的后面要用动词 但是 到可以省略 就是可以用 可以说打扰到 也可以说打扰 当打扰的后 这个到可以说 也可以不说 我们看例句啊 妈妈在睡觉 你们安静一点 别打扰他 到就省略了 其实他也可以加上 可以说 别打扰到他 因为这个后面是一个人 他 就是 可以有 可以没有 第二个 大卫正在准备重要的考试 你们别打扰他学习 大卫 学习是一个动词 那第三个 你打扰到我们看电影了 请你到外面接电话 不可以电话打电话 所以因为怕打扰别人看电影 所以你打扰到我们看电影了 你要出去接电话 第四个啊 知道洗手间在哪吗 这个打扰一下 是一个比较客气的说法 比如说我们在商场里啊 不知道洗手间在哪 我们就可以问一下 商场里的营业员 就问他说 打扰一下 你知道洗手间在哪 在哪吗 就是对不起 打扰一下 这是一个固定用法 表示一种礼貌的问语 大家明白吗 打扰跟麻烦是一样吗 打扰和麻烦是不一样的啊 比如说 就是打扰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要演 没有麻烦这个事情大 比如说麻烦 我还拿洗手间这个问题来说 说事情啊 我问 知道洗手间在哪吗 他只是告诉我洗手间在哪 这个事情并不严重 并不大 如果说麻烦 那人家需要帮你搬 这个时候你要用麻烦 就是打扰这个事情啊 这个事情一定不大 一定是小事 但如果比较严重的 需要别人帮忙的 就是需要别人实际上 大家明白吗 麻烦你帮我带一杯咖啡 这个时候 人家是需要帮你买咖啡的 所以说你要用麻烦 那这 在哪吗 我只需要告诉你洗手间在哪 而不需要带你去 明白吗 明白老师 谢谢 来第五个啊 竟然 这个词很简单 用竟然 就是说明 发生了 我没有想到的事情 但是它却还是发生了 第一 竟然的后面 要加动词 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 遇到了一个明星 什么意思 我本来没有想到 我逛街能遇到明星 但是我遇到了 所以 那第二个句子 这首歌 最近很流行 你竟然没有听过 因为这首歌很流行 在我 我认为 你应该也听过 因为它很流行 但是你没听过 所以 我用了竟然 来看第三个句子 他那么帅 人又那么善良 你 你后面接什么 你 你 大家补全罪 你竟然怎么样 他那么帅 人又那么善良 可以吧 可以 对 就是说 他那么帅 人又那么善良 但是你不喜欢 所以我用了竟然 或者是说 他那么帅 人又那么善良 大家都喜欢 所以我们用竟然 竟然就是说 发生了 我没有想到的事情 竟然 跟 居然 居住的居 好 来我们看一下 课文 第一个 你昨天晚上 李静 为什么 没接 张远 的电话 第二个 李静 夫妻 俩都 我们看一下 课文 那个 张远 和李静 的对话 这个大家能看清吗 能 能看清就好 因为我当时弄的时候 看这个字 有点颜色 不是很清晰 我以为看不清 那咱们就读一下吧 张远 和李静 我相读老师 我也相读老师 张远 那你俩来吧 张远和李静 张远开始 打电话 一直没人接 你忙什么呢 我电机是让我 被他去教室 我把 卖这么点东西也 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买东西时 我只看自己想买的 而且喜欢自己看 别人 是啊 回家以后 我才发现 竟然忘了去 张远的教室 买国区 好 跟大家说一下 李静 李静 李静的第二句话 我们 商场 一进门 售货员就热情的 为我们 为 这个这个字啊 在这里面 读味 不读围啊 他买了一条裤子 一件衬衫 两双袜子 好 就是这个 就是这儿啊 来我们看一下问题吧 为什么没接张远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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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陪妻子去超市买果纸 手机忘在家里了 夫妻俩都买了什么 他买了一条裤子 一件衬衫 两双袜子 对 就是李静的妻子 买了一条裤子 一件衬衫 两双袜子 然后 就买了 买果纸 因为他也忘了 这个是课文一 就很容易 我们来看一下 张远 张远 张远的那句话 买东西时 我只看自己想买的 而且喜欢自己看 自己选 打扰 这个里面 这个时候 他把打扰放在了后面 被别人打扰 可以啊 这个 就不需要加什么了 来 来我们来看一下 课文二 课文二的生气 西红柿 又叫做番茄 番茄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图片 那个红色的 就是在我家 我们习惯把西红柿叫做柿子 就是不不 不叫西红柿 就叫柿子 其实 决名 就是专有 他的专名 他有一个专有名词 就叫西红柿 然后我们这边家乡话就管他叫柿子 其实他 然后我们看第七个词啊 百分之 百分之是什么 第一 什么叫百分之十 大家看一下 百分之十还可以 这样表达啊 就是第一个 百分之九十就是 一百个里面占九十 那百分之百就是全部 那百分之九十加百分之十 就是百分之百 他是跟数学的 他就正常的做数学是一样的 就像百分之二十加百分之 来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大学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 是男生 好啊 这句话 百分之六十 他只是 不是说我的大学 只有一百名学生 而是说可能 我的大学里面有 一万名学生 但是 男生占多少 男生可能占六千 哎 这样的话就是 可以约分的啊 然后我们来看下面 你确定吗 百分之百确定 这里面的百分之百 就是全部 确定的意思 大家可以把这句话记下来 就比如说别人问你 你确定吗的时候 就是你非常确定 你就可以说我百分之百确定 我非常确定 我完全确定 明白了啊 老师 嗯 明白 西红柿和番茄 西红柿和番茄 应该是一样的吧 我也不太清楚 这样你们可以去 就是 印尼 对于西红柿和番茄 有语言吗 有吗 是刀吗 有 有 我 是一样的 但是 应该是看上去是 都是红色的那种 你们可以去 网上查一查 是不是一样的 对于西红柿和番茄 管这些东西都叫柿子 所以我都 我 我根本分不清 真正的西红柿是什么样的 其他 不是西红柿 也叫柿子 无论是不是西红柿 我们这边都叫柿子 我自己也分不清 你们可以 查一查 或者是我 我查完之后 我们可以下次课交流 行吗 好 这个倍呢 有两种表达方法 第一种 A的几倍是B 第二种 B是A的几倍 2的倍数 不是 2的5倍是10 那就是2乘以5等于10 呃 乘 你们那边是 是用 就是像X似的 就是 绰号 是那样的吗 我下次写出来啊 就是 大家记住啊 我几倍就是乘以几 比如说2的5 我说2的3倍是6 那就是2乘以3等于6 几倍就是乘以几 记住了吗 B是A的几倍 那就是 B除以A 等于几倍 就 在第一个 咱们看第一个例句啊 在第一个例句里 A的 A的多少倍是B 那 在第一个句子里 就是那个X 10 就是那个B 所以 2的5倍 就是2乘以10 那B是A的几倍 A是2 那10除以2等于5 所以就算出来 10是A 10是2的5倍 明白了吗 另外一个是 除以这个 已知的数 等于多少倍 明白吗 那我们看例句2 说 我的工资 是每个月5000块 他的工资 是我的两倍 那大家说他 1万块 对 就是5000乘以2 等于1万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下一个词啊 好处 好处 他的反过来的意思 就是坏处 可能说 可能有很多好处 好处是什么 就是好的方面 就是好的 好的地方 可能有很多好处 但是 在这很多好处里面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是什么 还有A对B 有好处 我们看第一个句子啊 你们觉得 学习汉语 最大的好处 是什么 我觉得 学习汉语 最大的好处是 那第二个 多吃水果 对身体有好处 就是说 多吃水果 对B B是身体 有好处 那A给B 带来的好处 这个 就是 A对B 有好处 什么对什么 有好处 A给B 带来的好处 A对B 有好处 这个 这个 大家可以造个句子吗 什么对什么 有好处 什么对什么有好处 什么对B 不定呢 就是 A对B 没有好处 那就是说 吸烟 对身体 没有好处 可以吧 对 对 对 那我们看下一个词 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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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说尝起来 尝起来很不错 尝起来很难吃 尝起来很不好吃 就是先尝一尝 简单的吃一下 吃一口 我做好了一道菜 你先尝一尝 意思就是你先尝一口 然后你要说 不好吃 给出评价 叫肠 明白吗 明白老师 好 来我们看一下 就是 第一个问题啊 昨天西红柿多少钱一斤 今天呢 王 来看一下 这个可以看清吗 能吗 这个是王静和收货员的对话 大家可以读一下 很短 王静可以吗 可以 那收货员 我多收货员 我多收货员老师 哎好 来吧 王静开始 喜欢是新鲜吗 这么忙 请你放心 保证百分之百金钱 这么这么贵啊 我觉得 昨天 这个是 昨天的 两杯 你问的 这正是 驴舍的 一分钱 一分火 这种 碾心的 西红柿 对皮肤 有 好处 好的 给你西红柿 一共两斤 十四块 好 来 那我们看一下问题啊 西红柿多少钱一斤 三块五 三千块 三千块 然后 今天 两 两倍 十几块 对吗 十几块 对 对对对对啊 三块五 倍 乘以二 等于七 七元一斤 那第二个啊 王静 买的西红柿 怎么样 买一共两斤 西红柿 来我们看一下 王静 买的西红柿 怎么样 这个 王静 没有说 这个西红柿 好吃 还是不好吃 那我 售货员说 这种是绿色的 一分钱 一分货 每天吃一两个 这种新鲜 那我们 说 王静买的西红柿 是怎么样 是绿色的 新鲜的西红柿 对皮肤有好处 西红柿 大家理解了吗 理解了 老师 理解了 老师 好 来我们看一下 课文啊 还看 售货员说的那句话 您问的这种 是绿色的 这个绿色 用引号引起来 不是说这个西红柿 是绿色的西红柿 虽然是红色的 但是这个为什么说绿色 这个绿色指的就是 没有农药的 知道吧 它是在西红柿成长的过程中 人们可能会给它 用农药 让它长得更好 但是 这个 绿色 这里面的绿色指的就是 没有用过农药的 是天然的 明白吗 不是说它的颜色是绿色 大家理解了吗 理解老师 明白老师 就是只要是说天然的 没有用过农药的 我们就可以用绿色来 是天然的 那好 然后绿色就是绿色食品 一分钱一分货 这里面就体验到了 就是说 七块钱一斤 但是它比三块五一斤的西红柿 是好 因为它是绿色的 明白了 因为它是天然的 所以它七块钱一斤 贵一些 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好 我们看 怎么卖 这个怎么卖 大家记好 如果你们在用 怎么卖这个词来交流的时候 比如说来中国 你买水果的时候 比如说买苹果 你可以问苹果怎么卖 也可以问香蕉怎么卖 但是你不要问这件衣服 用怎么卖来提问的 一般都是要用金来计算的 就是你需要用金来买的 比如说 这样的 按金来称的 所以我们用怎么卖 明白吗 明白老师 来看第三个课文 课文三的生词 第一个 方面 第一种 在什么什么的方面 这个得也可以省略 也可以说 在什么什么方面 这个方面 就是 学习方面 我们也可以说 在工作方面 在学习方面 在运动方面 是吧 第二个 这家店的商品 在价格 其他商店便宜得多 这是在某个方面 那我们来看 第二种啊 从某方面来看 还有从某 从时间方面来说 这里去上海 比北京快得多 第二个 从质量上看 可以说 从质量方面上看 这件衣服是最好的 一方面什么 另一方面怎么样 一方面怎么样 另一方面怎么样 我们看第一个啊 看到儿子 遇到困难 我一方面 想帮助他 自己解决问题 就是说 用一方面 和另一方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 一种是这样 另一种是那样 比如说我们来看 第二个啊 我来这个学校上学 一方面是 这离我家近 另一方面 这 也就是说 我说出了 我来这个学校 上学的 两个方面 都是什么 两 也可以说 这里面 也可以说 可以理解吧 同学们 可以 其他人呢 可以老师 哎好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啊 下一个生词活动 嗯 他其实就是 很多种运动 就是很多种 娱乐活动的总称 我的妹妹 很喜欢参加 学校的各种活动 那学校的活动 可以有什么 比如说 运动方面的 可以有 啊 或者是那种 比赛 嗯 像我们有 我们可以 运动方面 踢个踢球 踢足球 打篮球 这 方面的活动 或者是 学习方面的 举办的那种 小型的比赛呀 这种 都叫活动 我们来看啊 商场最近 商场 我们还 我们更多情况下 会说 商场最近有活动 那活动 可以包括很多种 有打折 还会有满减活动 什么叫满减活动 比如说 我购物满300元 减100元 这样的叫满减活动 大家理解吧 宴会 哦 宴会 宴会 宴会是 宴会吗 宴会吗 对 老师 嗯 好 宴会啊 宴会跟活动 宴会可能 它 它属于活动 宴会是一种活动啊 但是宴会不是 对 宴会是一种活动 因为活动 包括很多种 其中就包括宴会 明白老师 哎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啊 值得 这是一个语法 有点长 我觉得今天好像讲不完 我们下节课就讲吧 然后我们讲一个 先讲词吧 然后下 要不然 要不然讲不完 我们看一下这个词啊 免 就是不花钱的 不要钱的 这个公园 现在免费了 就是我们可以随便进出 不用花钱 有的公园 是需要花钱的 我们就要买 就是免费啊 这台冰箱 如果在一年之内坏了 我们免费 给您换一台新的 就是 我给您换一台新的 您不需要花任何钱 花 第二个啊 下一个啊 修理 修理和修 有什么区别 都是东西坏了 我们需 那修指的是比较小的东西 我们用修 比如手机和电脑坏了 出现问题了 我们拿到 修理的地方 修电脑 是一种比较小的东西 那用修理 修理指的是大的东西 比如汽车这种大的东西 汽车出现问题 修理汽车的电 在中国叫4S店 或者是汽车修理部 然后我们去修理汽车 比如说你能 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 电脑是小东西 所以用修 它的汽车坏了 我陪它送过去修理 汽车是大的东西 所以 明白老师 好 让我们看下一个 内 内 是指一个地点的里面 教室 教室 教室内有18个学生 教室 是一个 这个教室里面 那这家饭店内的环境很好 所以客人也很多 就是这家饭店里面的环境很好 我们 我们可以说教室内有18个学生 也可以说教室里有18个学生 但是我们不能 就是我心里面 我心里有你 不能说我心内有你 记住了啊 还有另一种就是 实 一分钟内做完这道题 就是说 你只能在一分钟之内做完 超过一分钟就不可以了 明白啊 可以借我一下你的自行车吗 我保证两天内还给你 就是我在两天之内还给你 我不会在第三天的时候还给你 明白 都是表示的时间 大家理解吗 理解老师 轻这个东西 轻比较 轻相对的就是重 我们可以说 体重轻 就是说 可能他是一个成年人 他90斤 我们就可以说他体重轻 那轻点儿 是不一样的啊 轻点儿就是我们动作温柔一点 不要发出声音 或者是不要 就是 就是表现 表示的是一种程度 他后面加的是动词 我们看句子啊 孩子在睡觉 你轻点儿关门声音可能会很大 就是正常门关上了 可能有声音 会给孩子吵醒 那轻点儿关门 他可能声音就会变形 孩子睡觉 第二 我这儿很疼 你轻点儿擦药 那如果我们 就是 鼓药的时候 不注意 可能会弄得很 可能就不会疼 明白吗 明白老师 明白老师 明白 那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就讲 声词 课文三的声词就这些 然后我们就先 就今天就讲到这儿 下节课 课文三到课文五 好吧 好的老师 好的老师 好的 然后呢 我们就到这儿吧 还有什么 诶好 问吧 所以如果 小的东西 我们用 修 所以如果 大的东西 我们用 修 对 哦 好的 嗯 好 没有问题了 是吧 没有老师 谢谢 不客气 然后我们今天 就到这儿了 再见老师 再见 再见老师 再见 再见